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台湾向前行 我是孙悠季 金华城这案子简连侦办的最新进展是 前台北市的都发局长黄锦茂 他从原本证人后来转为被告 那么在今天凌晨呢 他被依涉嫌图利以500万元交保 这500万元象征什么样的意义 稍后我们来分析 那么就有议员指出说 黄锦茂他就是放宽容积率的关键人物之一 更怀疑就是因为他 柯文哲还有彭震生这三人 是让金华城取得容积奖励 一路开绿灯的铁三角 好那么从金华城这个案子 一路延烧到了柯文哲家的金流 陈佩奇礼拜四的时候呢 他只找了三家媒体来开这场记者会 那就被发现说 他好像讲越多破绽越多 同时呢也被发现说 陈佩奇受访的时候呢 他后面铁柜的玻璃 反射看到说陈志涵 有好几次在对他打pass 比眼镜的时候陈佩奇就落泪 还有对他比OK 这代表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在对陈佩奇下指导棋呢 那么前立委邱毅就质疑说 陈佩奇不断的出来讲话 不但会害了柯文哲 还会害了民众党 甚至会连累到他的小孩 还说怂恿陈佩奇不断讲话的人 应该就是民众党最大的内鬼 那这内鬼到底是不是陈志涵呢 其实从几天前 他在自己的网路节目上 因为他找来了黄国昌 谈到阿伯被收押这件事情 那黄国昌至少他是很感慨的说 本来中秋节要到了 要办烤肉活动 现在已经没了心情 结果陈志涵他是很雀跃补了一句 还是我们去北索外面烤 哇 现在陈志涵真的不演了吗 更多内容 今天我们要深入来讨论 那么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从最新的进展 前台北市都发局长黄锦茂 以500万元交保这件事 开始看起 穿着蓝色衬衫戴着口罩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一语 快步离去 台北市前都发局长黄锦茂 13号先以金华城证人身份 刀案说明 检察官讯后认为设犯徒利 当庭转列被告 移送北检赴讯后 今天凌晨一点多 御令黄锦茂以500万元交保 并限制出境出海 限制住居 但真的像他所说 只是配合长官奉命行事吗 金华城案要在市府通过 还有两道关卡 一个叫都委会 一个叫做都发局 都发局扮演的是守门官的角色 为什么后来就放官 提都委会去研议 这是第一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是 在我们行政诉讼赢了以后 为什么还要协助他去 另外提一个所谓的方案式 他开金华城案时间轴 2020年6月首次召开 专家小组会议 接着7月3号 金华城补送资料 提出20%的容积奖励 和30%的容积转移的方案式 一周后都发局竟然直接 含送都委会补充资料 但7月16号 台北高等法院判决 才出炉 拨回金华城的诉讼 几年调查发现都委会没等到 行政诉讼结果出炉 就召开首次专家会议 根据相关卷证 怀疑客问者 彭正生以及黄锦茂三人 为金华城取得容积奖励 开绿灯 一路闯红灯处处都是违规 包含明明还在诉讼当中 就把它重新送到都委会讨论 明明在相关的法规里面 没有依据 还要帮他想方设法 找专家学者来开会 而且这些专家学者 都还是都委会的委员 议员呼吁黄锦茂转为污点证人 全力配合检调离清真相 如今金华城案逐渐抽丝剥茧 真相即将大白 好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友记好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颜若芳 友记好大家好 欢迎桃园市议员于北陈余将军 友记好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立委叶元芝 友记好大家好 欢迎自身媒体人邱敏玉 大家好 好那么首先呢 我先请教小玉姐怎么看了 我们先对于这个最新的进展的部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是她前台北市的都发局长黄锦茂 她呢最后是以50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跟住居 那大家会质疑她的点 是包括说 她呢是由原本的证人 后来转为图利罪的被告 那说到这个金华城容积率 获得20%的奖励呢 说她是关键人物之一 除了她之外 还有彭正生 还有柯文哲 说是这个金华城容积率的铁三角 另外呢 检方也怀疑柯文哲跟她 就是三个的铁三角 让金华城的容积率 能够提告到40% 那我先请教小玉姐是说 这个黄锦茂 她以500万元交保 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重保 算是重保 而且她是被转为被告了 我先讲了 就是说金华城这个案子 现在对柯文哲来讲 她现在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涂利 然后另外一个是收费 对 那收费的部分 看起来检方现在还在找金流 所以我们先找涂利这块 那涂利这块 我们从最近 我们讨论两个礼拜了 大概柯文哲也被 这个这个积压的部分 那你现在可以看说涂利的部分 检方看起来证据是比较巩固的 包括他之前找了林周明 林青荣 那甚至连彭震生 都已经转为被告也被击压 所以看起来这一块 涂利这一块 就是说柯文哲 柯文哲一开始 不是无保请回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讲说 我都不知情 我都不知道 今年卸任三四月之后 我才知情 可是你从这些证人 或是相关的证据解释 柯文哲不但知情 要打脸说他不是今年三四月 到了媒体报导他才知情 其实很多的台北市议员 其实不断的揭露资讯 是打脸柯文哲 对他不但知情 知道违法 而且他还下条子是指示 所以你可以看起来检方 现在一直积极在巩固 图利这样子的一个证据 好 那你今天就是说 这个黄警帽 黄警帽本来之前是证人 可是为什么现在突然转成被告 还五百万 把他中保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黄警帽前面的局长是谁 他是林周明 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林周明 当然你可以说 他2018林周明2018走了 然后2019才开始有这个变当会 陈经会 可是你要看到说林周明 他当时在当都发局长的时候 金华城也有陈行 只是说金华城当时陈行的是 三九二到五百六这一块 可是当时的这个林周明 就有 他有作证 他说当时他就有提醒柯文哲 就是说 如果说再往上的这些容积率的话 其实你会有这个违法制度 他是有反对的 那为什么就是说当时林周明 他在当都发局长的时候 他可以守住这个底线 对 那柯文哲看 看起来当时的态度也是比较硬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林周明走了之后 换了你黄警帽上来 那怎么这个好像就是那个180度大转变 一路的大通过 对对对 那我们先看嘛 就是说从这个现在看起来 释出了一个消息 那黄警帽去接这个都发局长之后 2020年应小微 这个在7月1号的时候 就开了这个金华城的协调会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这个邵秀沛 邵秀沛先也是被告了 那当时在7月1号 应小微开了协调会之后 7月3号 金华城提了一个都发局的 这个提了一个新方案给都发局 然后呢7月10号 你看才短短的10天的时间 黄警帽就签名批示 就说这个案子赶快就是送给都委会 送给都委会了 所以看起来也是符合柯文哲这种 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快 或是说这个速战速审速决 就是这就是 就是就是开始从他开始就就开始要一路一路的就开始加速啦 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 我觉得黄警帽 现在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 他为什么关键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第一个啦 他到底就是说看起来他上面的两个老板 一个是彭政生一个是柯文哲 他要不要把责任全部推给黄警帽 意思就是因为柯文哲就是说 因为当时啊 这个柯文哲有一说啦 就吴宝请回的时候 法官不是认定说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也没有专业 因为他就是相信下面的人 所以这个下面专业的人变成是黄警帽 所以黄警帽跟我说可以的哦 如果到时候包括彭政生跟柯文哲 他全部都要把所有的的这个罪 罪啊都让黄警帽来扛 他可以他可以大家都推给黄警帽 可是我要请教小玉姐是说 因为这个黄警帽他在五月的时候 他在金华城的调查小组 他有提到 他说他是听命行事 他是依法行政 那代表说 他是等于把这个责任又往上推了 是 所以就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法官到时候你看 要相信谁嘛 所以我的认为是认为说 他们也许会窩离反啦 就现在三个人 那召嘎这样子 召嘎 那变成黄警帽 如果他要找污点证人 就会像主持人你所讲的 就是说他会把责任往上推 说我是奉命行事 可是要柯文哲来讲他要自保 他一定会讲说 我是相信专业 是黄警帽你的专业告诉我 然后还有这些都委会的成员 这些专业 因为当时那个他无保请回的时候 法官就认为说柯文哲 因为他没有专业 所以他是相信专业 然后再加上他又不知情 才让他无保请回嘛 那后面的这个法官是推翻了 推翻了前面那个法官的说法嘛 所以我认为说最后这个案子 为什么黄警帽先变一个关键角色 到底是他会扛 还是他转污点证人 就认为就强调说他是奉命行事 还是说上面的两个长官 柯文哲跟这个彭 彭政生会让黄警帽来扛 全部都说 我是相信你是 是你的专业评估说可以过的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发展 会蛮精彩的 是那我先请教若芳 你怎么看呢 就是关于说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彭政生 还有柯文哲 还有黄警帽 三个人是这个金华城案子的铁三角 那这边你有准备一个公文 要试出来说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在 因为其实你看像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其实前半段的说明 其实都在讲说 他里面有讲到金华城 金华城提出的这个都市计划 相关的这个都更的容积奖励的条例 他是说因为这个区块 他不是都更的这个区域 并非属于这个都市更新的这个区域 所以他应该适不适用 但是呢如果呢 你的容积奖励要 如果要给予必须要符合公益性这些等等嘛 所以他要求厂商 也就是金华城 赶快来补件来说明 来充足说你这个为什么要来 索取这么多的这个容积奖励 那但最后最后就是在这个第四点 这个很奇怪 并未争取这是都发局发达 并未争取时效本府都市发展局将同步签报召开专家学者委员会 诶争取时效 然后再帮他帮他同步再跟他因为这边再补件 然后我为了争取时效所以我同步再帮你召开专家委员会 来研你这个该申请的容积奖励之合理性及可行性 等于说为了要我要让你拿到这个奖励 我还帮你补习 我讲一下 因为他这个其实金华城 他叫做民间的这个改建案 他不是政府的BOTOT政府的相关的这个案件 如果你今天是政府的单位 那我帮这个BOT案的来处理这个也许有可能 因为这个产权是台北市政府的嘛 但是你为了一个民间案 我们都是地方的这个 譬如说建案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要赶快争取时效 我要赶快补件 譬如说有些案子他就说他常常被推荐 他说可不可以请我们找这些相关的单位来 一次告诉我我缺了什么东西 我一次补不要在公文晚访 晚访嘛 那这个叫做他们叫做 地方的这些建案的争取时效性 但是很少看到 几乎没有看过 市政府为了一个民间的案子 说他为了帮这个民间的案子 争取时效性 所以你这边来补件 我这边赶快帮你召开专家学者会议 言你说你这个提供的相关的内容 是不是符合合理性 可是黄警茂他不知道说市府不能够这样子去帮 这个地方企业吗 黄警茂也是公务人员 就是已经很久了 对啊 那你说他不知道吗 那这就是我们大家就质疑的地方 那他今天可能被重金交保 就是大家会在问 你为什么要帮他争取时效 你一边帮他争取时效 你明明知道他的案件里面的那个 合理性公益性其实是不符合读根了 对那你为了争取时效你还帮他召开专家学者会议 是你自己授权说要帮他召开 还是有人交办要求你金华城的案子非过不可 所以又不管用什么方式就一定要让他处理 听命行事 对听命行事还是这个奉交下 这些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公文上面来说啊 很少会出现几乎没有啦 说什么时效性 那这也是黄警帽为什么重金交保 他有可能在里面有讲了一些内容 那我们真的还是会他从这个证人变被告 因为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时效性的 帮人家争取时效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跟你讲这种文 这种文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所有的这个地方上的这些件商都会觉得说 天哪市政府是可以帮这个民间案子争取时效性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 他们连自己争取这些1%10%的荣基奖励 这个补件来补件去补件来补件去 有时候还不一定会过 宋都市计划委员会都会被驳回喔 为什么这个是一直帮他们开绿灯 我觉得这就是在整个金华城的关键上面来说 从都发局从一开始的392到560 前面被挡蛋你560之后 绿灯就如同这个总统要过 要行走一样哇一路绿灯直接开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为什么只有金华城 唯独金华城可以这样子 这就是要说清楚的地方 是那我要请教于将军怎么看 因为刚刚也提到说 为什么可以就是帮财团这样子一路的开绿灯 那游时会就提出了质疑 他说黄锦茂你是都市计划的专家 你不会不知道说 都委会是不可以帮私人财团演绎容积奖励 不过呢这个黄锦茂却是坚持说可以 那另外呢争议点就说 金华城在2020年的7月30号 提出了这个方案4 也就是20%这部分 只有一页的公文没有计划内容 还在都发局的指示下 直接用插队进入了都省会 当然这部分是引发质疑 那当然除了说在金华城这案子 大家还在关注的是柯文哲家中的金流 那于将军还记得礼拜四陈佩琪这一天 他找来了三家的媒体 来开这个记者会啦 那现在就有很多的质疑被挖出来 包括这五点 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 从第一个是2018年的选举 结余款的部分 当时说什么 他说1700万补助款 扣掉选举花费 还有存230万 可是小牛出来打脸 他说柯文哲当时是压了房子2000万 补助款加保证金 还捏60万 为什么前后的说法对不起来 那另外就是在保险箱 这疑点最大 大家一直在怀疑 说里面有金氏 跟100万的现金 他说这个是急用金 那是不是有进行财产申报的问题 那像于将军大家好奇说 你这些金氏啦 等等这些珠宝 但不到20万你可以不用申报 但你这100万要申报吧 我先从黄景茂开始讲 是黄景茂 因为他本来认为说 他离开市府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说可能没有这个疑虑 其实他关键的绿灯是他开的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 2020年8月份金华城 陈到市府 希望能够针对容积率的事情 来做一个同意或是事宜 那黄景茂在2020年的9月21号 他回了一份公文 他那份公文是 有要保护自己的感觉 他怎么讲 他说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 有事法性的疑虑 哇 听得很棒啊 专业啊 对不对 有事法性的疑虑退给你啊 可是你后面讲什么 时效急迫 对对 他居然说有时效 有急迫的时效问题 要赶快啊 要赶快 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时效急迫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 市府自己的工程 有预算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预算年度 或者在计划年度里完成 你要做预算保留 对 那个很麻烦 只有自己的案子 你才会有时效的问题 金华城的案子 关我市府什么事啊 是私人的财团的东西呢 你的是 你赚200亿 请问台北市政府 会帮人民造什么福利啊 没有财团口袋满而已啊 所以说他就故意写了一个事法性 可是呢 我又说 我请你赶快在9月30号 2020年的9月30号 赶快来解释 在你跟我解释的同时 我要召开专家会议 这专家会议是什么会议呢 就是你金华城 你有什么疑难杂症 我找专家来帮你背书 就来帮你补习的意思啦 帮你说 帮你改 帮你做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通过 做到过为止 那这个时效急迫 时效性的问题是什么时效 因为柯文哲 2022年就要卸任 就要卸任了 难怪这么急啊 对 如果你看看 2020年的9月底 你这个事情还荡在那边 你剩下 剩下的时间 怎么来得及呢 所以时效急迫嘛 对 时效急迫 那么到底是 谁给了黄锦帽这个压力 他绝对不会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 因为干我什么事 我是奉鸣行事 我依法行政啊 你看我公文上面写啊 容积率有问题啊 对不对 请你来说明啊 对 但是你为什么要时间急迫 帮他做了这么多 所谓的补习的措施 这才是人家收压他 那可是检察官 我要告诉你 我把人家收压你 可是我现在给你重金交保 你回去考虑一下 你不要以为你没事 你不讲实话你就有事 你是被告 你已经是被告了 五百万交保 金华城目前最高交保 应该就他嘛 对不对 不是收压 就是那个秘数 好像也没有这么 也没有这么贵嘛 百万而已 五百万耶 表示你很危险 而且三线 限制出境 限制居住 限制出海 对 这就是告诉你 你只差收压而已 但是呢 我让你回去考虑 你要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讲清楚来 讲清楚说明白 你说上面是谁 对 是彭震生吗 还是柯文哲 对 你咬彭震生也可以 因为黄己帽只要咬彭震生 彭震生就会咬柯文哲 就是一定要抓踢死鬼嘛 一个抓一个嘛 就是一个抓一个 可是我让你黄己帽没事 吴宝请回 没事 没事 那他就没有压力 就不会往上咬 这就是办案的一个方法跟技巧 我不给你压力 你怎么会说实话 我不给你压力 你怎么会把上面的人咬出来 你要咬彭震生也可以啊 你咬了彭震生 你根本说 彭震生 黄己帽说是你了 奉你指示啊 没有 柯文哲指示我 那就串出来了 对 所以检方必须要非常在这60天 伸压柯文哲的这段时间 积压柯文哲这段时间 积压他的时间 你必须要拿出很充分的证明 那现在来讲 图力应该是跑不掉了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于收贵 那陈佩奇这段就跟收贵 有很大的关系了 我们看他的记者会 他头发也settle的整齐多了 好像优染比较黑 对对 settle整齐多了 然后呢 有室内 然后有叹气 有很多的肢体表情 可是后面的镜子很诚实 对 把前面 我们以前 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 社团跳舞 前面会有个带舞妈妈 对不对 我们中后期很多人在跳舞 比爱心 大家比爱心 挥手就挥手 那个镜子就反射出陈志涵 对一个动作 那是什么带舞妈妈吗 对不对 还是指导吗 还是导播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有计划的一个带风向 这个带风向带出了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那个保险箱 他说检调叫我不要对外面讲 可是我的律师反问检调一句 我们不讲你们会出去讲啊 有这种证人吗 有这种证人吗 检察官告诉你说 你出去最好不要跟媒体说 我的律师就反问他 如果我们不讲你们去讲了怎么办 这陈佩奇自己说的 他在受访的时候自己说的 我听得都傻眼 你是证人 他是要叫检察官 他叫做廉政署 你怎么会反问 然后你出去 那检调说我只告诉你 出去不要乱讲 所以你还是讲了 然后陈佩奇如果不讲 这两个保险箱里面 摆珠宝摆各50万 没有人可以证实 谁会知道 没有人可以证实 因为检方都是讲四个字 不予证实 那现在是谁证实 这两个保险箱里面 确实有50万现金 陈佩奇啊 对 所以搞得民众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民众党说这 人家讲说那一定又乱放话 媒体乱讲 没有陈佩奇承认了 陈佩奇说的啊 有啦 那这50万放在保险箱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说叫急用 对 急用 急用就是应急之用 对 半夜三斤也可以拿 随时都可以拿 什么时候都可以拿 全保险箱 可是我好奇的是这个 因为你要到保险箱里面拿这个钱 那银行六日是休假 不只六日休假 本人要去 如果今天这个保险箱 是我陈佩奇申请的 对 我要拿我的身份证 拿我的脸告诉你 就是我 我才可以进去开 所以他说要给儿子 那就打脸他自己 儿子打不开啊 如果说今天给儿子急用 儿子要用的时候 对不起 妈妈因为有状况 所以我儿子 你不能拿 你不能拿 要刷脸才可以 因为保险箱是认人的 因为里面摆什么 只有你知道 对 如果儿子去拿 拿走 第二天你出来 说我东西怎么不见了 银行要负责 所以说在保险箱里面摆现金 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 第一个不能急用 保险箱里面摆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 很贵重 但是不常用 例如说结婚送一对对表 这对表不见得是黄金表 可是这个表呢 是代表我们两个爱情的见证 我就把它摆在保险箱里面 没有多少价值 但是在我心中是无价 保险箱里是放这些东西 所以像他说什么玉 然后儿子的这个金饰 是OK的 对 摆纪念品的东西 因为摆在家里有时候搬家 干什么会掉 摆在保险箱里面 那个叫纪念无价 你怎么会摆钞票在里面 你怎么会摆各50万 而且他这50万 第一个 我最大的疑问 一个最大的疑问 其实其他都不要讲 一个最大的疑问 这50万50万加起来100万 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而且你有没有解释说 这50万是绑得好好的 整整齐齐的 还是各种折痕都有 心心旧旧 因为如果说是先生的演讲费 或者是先生的一些相关的经费 那个钞票一定是心心旧旧 皱折不一 如果两楼50万的钞票摆在那边 是整整齐齐 10万一楼 10万一楼绑得好好的 那就不是累积出来的 就不是累积出来的 那就是从某个地方提出来给你的 那这点陈培琦都没有交代 那你说好 这是我先生的户头提出来 或是我从我妈妈户头提出来的 我们通常提前出来 为了忘记这个钱是哪里来 我们会把那个提款的那个 那个明细表绑在里面 就直接绑在钞票上 我会记得说 这是我几年几月几日 从我哪个户头领出来的 绑在上面嘛 不会忘记 你上面有没有注明 没有注明 你也说不清楚 你也没有办法证实 那不就变成不明来源吗 对 你说不明来源 100万很多人讲说 100万算什么 100万哪能当贿赂 我告诉你 10块钱都是贿赂啦 10块都是贿赂啦 对不对 所以你说100万 100万足以证明你有收 所以说陈佩吉先生出来说了这么多 证实了这么多金流的出现 他的来源是什么 他从哪里来的 从哪个户头提出来的 如果是人家给你 你说有没有人每天去存钱去放 有啦 真的有 就是领现金的人 小贩啊 对不对 路边卖面的啦 小本生意的啦 他每天收现金啊 他收了10天之后 几万块了 他放在身上不方便 他就拿去存 有 有 这种人有 但是他的钞票每一张都长得都那个皱褶不一样 因为是来自千万人之手 大家传传传 对 陈佩吉是医生 哦 他的钞票 他看病 对不对 哎 挂号来收现金2000块 没有吧 都是健保吧 都健保最多150块钱或200块的挂号费嘛 那挂号费不是给你的啊 对啊 那缴回去的啊 收现金就已经是红包了 红包 那他又不是开刀的 那不一样 他又不是开刀的 所以我说他不会收那么多现金 柯文哲是市长 也不会收那么多现金 如果今天柯文哲 你本身是一个职业的这个演员 每天要去演戏 然后收通告费 我承认 可是不是嘛 你是市长 你领的叫做 每个月市府汇给你的薪水 你的薪水本来就在银行里面了 为什么要提出来之后 再存到保险箱去 然后孩子怎么用 留给孩子急用 孩子急了怎么用 我觉得陈佩奇不要讲 越讲让大家越迷糊 确实陈佩奇在礼拜四的这一场记者会 越讲疑点越多 我先请教友红哥 你怎么看 因为那天他有提到一个点 就是最后呢 这个平面有帮他整理出五个疑点 那他说其中一笔是164万元 他说这164万呢 是什么 是柯文哲的车马费啦 他上通告的费用啦 演讲的费用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说是 红包的钱 那你怎么看 这会不会有政治现金的问题 他所谓的164 里面分两块啦 64万这都陈佩奇说的 陈佩奇在大家在怀疑说 奇怪那个小省1500 1500万是什么 在哪里的时候 在怀疑他们4300万在哪里的时候 在怀疑陈佩奇去存了好多是ATM 600多万是钱从哪里来的时候 他干脆就一次 好我一次公布你 我们家多有钱 就说他审理出来有1628万 意思说你看我随随便便旁边 我就有1628万 还没有算我们选举补助款 有7000多万嘛对不对 因为柯文哲的票 然后给了这个民众党 然后民众党 就全台湾政党之后 民众党的规定 其他包括赖清德 包括连侯友宜 虽然我觉得不太喜欢他 人家也是都钱都给党 就只有民众党是钱到了党里面之后 再转三分之二出来给柯文哲 这全台湾政党之后 柯文哲他们家讲 没关系他一直说 我们有这么多来源 然后他为了去讲不清楚 那600多万怎么来的 他就公布了一个 五大来源 五大来源里面 一直都说 你问我 问我600万干嘛 我们随便算都有1626万 1628万 第一个他目的讲就是 我的水库很大 你挖一瓢水来说 你这个水怎么来 我水库怎么办 他1628万 还只是现金 还没有告诉你 保险箱里面还有现金 对不对 但他这几个很好笑 他讲了几个 一个说 2018年的选举结余款 2018年的结余款 他说他贷了2000万 贷款就是我欠银行嘛 我跟若芳借2000万 然后 这个我没有用完还剩230万 那个还是我欠若芳的啊 结果他怎么把230万 胜缩 他说是贷款的结余款 还完之后结余款 你还完了怎么还会有结余230万呢 这些乱讲话已经被 被张艺善被柯玉安打脸了 第二个保险箱内容 我们待会回头讲 因为他无法交代那个100万嘛 第三个 他说 这个他的那个五大金流里面还有包括什么 他的薪资啦 柯文哲的薪资好不好 这个也OK嘛 你们当医生什么 可是他当医生的时候已经多久以前 奇怪 奇怪的是 薪资不是都在账户里吗 你是又要把钱领出来再去转 用ATM再去把现金传回银行 或存回给孩子 你干嘛不直接账户就转账就好了 他喜欢听那个鼠操的声音 那我了解了 那是一个 第一个他可以听两次 就是那个银行钱出来的时候 给他听是 然后存进去再一次 然后我们就时常看到有一个 一个姐姐 不要说现在一个老妇人 一个姐姐 整天在银行 柜台跟ATM穿梭 然后存进去再进去领一下 听一次再存 这不是很好笑吗 最好笑就是刚刚讲到 他说他这个有164万 是来自于他的演讲 通告费及红包 演讲要记得 演讲一般 公众人物乃至于教授学者 演艺人员去演讲 当然要钱有车马费 对不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时间 对不对 我来是因为我的专业 我们又不是说 今天随口讲一讲 刚刚在打麻将 现在就可以上来跟你讲 法律怎么样 宪法怎么样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专业 所以 你说他去演讲 OK 包括柯林顿 以前美国总统 柯林顿和奥巴马 他们卸任之后 他们全世界演讲 有时候一场演讲 一场演讲 就要100万 卸任元首 但是 选举年的时候 他们是巴不得说 拜托让我去 我说你们需要演讲好不好 柯文哲 他的这个演讲费 你知道陈佩琪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023年 去年吗 去年吗 2023年吗 啊我们选举是 什么时候投票 今年1月投票 对 2023就是选举年 2023他也不是台北市长了 我问你啦 我就讲啦 如果台大 今天找了 去年 找了赖清德 找了侯友宜去演讲 柯文哲会不会去说 你台大怎么不找我去演讲 对不对 因为公平嘛 如果他跟他说 可是他两个没有车马费 难道柯文哲 他说不行 我演讲要车马费 不可能 那个应该是没有车马费的 对不对没有啦 选举年我就讲 他不得要去 选举年是 为什么你给他去讲 不给我讲 对不对 我们自己在选举是 对 为什么我们到现场 我们不能上台讲话 这个时候 你觉得选举年会有车马费吗 不可能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 不可能啦 通告费的部分 因为像永一元 你上了通告那么多次 他怎么样去看柯文哲去年 一年他通告费有这么多吗 这个更不可能啦 选举年 所有政治人物 可以让他上节目 他是那个 没领通告费 他是这个报现金喔 不要说报现金啦 送礼拜托说 欸 你来访问我一下 你来上 给我上一下 让我表现一下 选举年政治人物 每个都想上 是说你没有材料 你没得到 你一句说话 没有什么话 没有三说四说话 所以没有人要找你 选举年也不会有通告费啦 你就问嘛 很简单嘛 友记 如果选举的时候 我们专访了侯友宜 是 专访了赖清德 是 请侯友宜上台 请赖清德上台 然后柯文哲说 啊 友记你们没有给我通告费 有这可能吗 不可能嘛 如果有通告费可以拿 我们回头去查他的账户 他账户有多少是买广告的钱 光是震升广播 他花了五百万欸 哇 五百万那表示什么 表示他要去上个震升广播 要给人家很多钱喔 他上民众之声 也不会拿通告费 然后他说去节目 电视节目 他拿通告费 这合理吗 嗯 不要骗了啦 我刚才你政治人物 那鸣嘴有通告费啦 像我们鸣玉姐 但是 政治人物上节目 一般政治人物是用拜托的 不要说通告费啦 不用钱 我送你月秉 让我去一次好不好 大家都在说我要去 是说你没材料来 柯文哲也是一样 选举年 所有的节目 所有的演讲 谁要给你通告费 你不要来啊 问题是 欸 赖清德有来咧 侯友宜有来咧 你要来吗 要要要我当然要来嘛 所以 说谎 这第一个说谎 第二个 他说喔有100万是 亲友的 红包 对 哇塞 你什么情侣啊 我怀疑你的亲友是 叫沈庆金吗 你什么亲友 会给你给到红包 加一加有100万啊 假设你有100个亲友 然后每个亲友给你1万块 才有可能有100万嘛 你的 欸你是 你是市长卸任 你是要选总统的人 然后你的 又不是小朋友 你的亲友给你红包 可以累积到100万 你是 大家都买爸爸 买妈妈 我阿弟很乖 每年都要给你1万块红包 还有100个亲友超可怜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1628万是 是编出来的 而且他里面还有讲一块什么 他说有大概500多万是怎么来的 首尾钱 遗产 大家记不记得 你的首尾钱可以拿到500多万 你也帮帮忙好不好 所以喔我觉得 就是陈佩琪这个 他是用这个钱转来转去 在怎么样 在演示说 在演示说 啊我们家其实够 可是你又觉得很奇怪 他的财产申报的时候 他的现金又没有申报 所以 我觉得 整体来讲就是说 陈佩琪跟柯文哲 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他编 编造出我1628万 我还自己公开的讲 目的是要告诉 柯文哲的律师 这叫空中创工说 你要记得去讲喔 我已经列了这五大项 总共1628万 你们记清楚 到此看一下 到时候叫柯文哲这样讲 这个就是为什么检察官 他会觉得说你有可能在串供 所以陈佩琪晚上一讲完 我第二天一早就把你柯文哲 提讯 不是提讯啊 就直接到 这个对提讯 就直接把你从北柬调 从那个 北索调来北柬 马上就问话 因为我怕你律师先去找你 先跟你 串供的说 啊我们陈佩琪有讲这1628万 所以我一早把你调 来 柯文哲你讲一下 听说有1628万 柯文哲你讲 我不知道呢 演讲要 演讲 演讲通告168万 怎么可能 我去演讲 怎么会要钱 就这么简单 对那如果方我稍微 请教你一下 关于说刚刚我们提到 100万这个红包的部分 你觉得会不会有政治陷阱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这是陈佩琪必须要去讲清楚 红包是什么红包 是给小孩的红包吗 三个小孩 因为他小孩也都还没结婚啊 不是说礼金啊 那红包 可以累积多久 有三个小孩累积多久 只可以累积到红包 100万 或是说送给他们结婚纪念 的这个红包 我觉得这很奇怪 沈庆经阿伯一出手 可能就有 那沈庆经阿伯如果只给100万 有点少 可能是某分段 但是这个红包 因为他这一次是讲红包 他前面曾经还有讲过说 因为他每次讲的讲法都不一样 他曾经还有讲过说 是什么民众捐款 他是不是也讲过民众捐款 如果真的是民众捐款 那亦或是亲友给的红包 是譬如说 知道阿伯要选举了 赞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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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有没有可能 那这就是踏到一个 选举的这个政治现金法 那如果不是选举期间 那因为不是选举期间 如果你是公众人物 你是不可以募款 你也不可以收这些钱的 所以他也会踏到就是说 那你这些钱到底怎么来的 那你有没有办法财产申报 再来政治现金法里面 有没有这些钱 你有没有申报 有没有开收据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触法 所以 我们真的想要跟陈佩琳讲的就是说 你没有讲 要讲就要讲得好 啊你讲又讲一半 讲一半 讲一半又有很多东西 漏洞摆出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最近啊 我们大家都已经从那个 呃 看帐啦 然后会计师的功能 我们从看帐开始学 然后学到最近变成符合模式 对 开始从他里面的细节 发现很多的问题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发现很奇怪的地方 包括他的这个ATM 他明明就会用网银 可是为什么你这几笔 619万都还要去ATM存 甚至他还故意在这个 这个专访节目上面讲啊 他说我用六年存六百万 他故意讲六年 他把这整个合理化 他把 没有他是故意把时间拉长 对 他讲说我用六年存六百万 有什么问题吗 那一百万一年去一次 这样也还好 一年去好几次 这样大概平均一个月去一次吧 差不多这样的时间 嗯 他说这应该也还好吧 但是错了 因为检察官讲的是 你在这个3月10号到4月14 这一个月之间密集存了 157万 你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淘租引元之后 到隔年的5月 9月 2023到2024的5月 对 这样七个月之间 你密集存了四百多万 五百万的 四百多万的钱 人家是在跟你讲 这两个时间点的密集 他就故意一直在带风向说 我就是六年存六百万去ATM 这是很稀松 平常大家都是这样啊 所以他那场记者会设定好 就是第一个要哭诉 就是大家背琴牌 第二个就是带了非常多的风向 六年存六百万合理化他的 这样不合常理的行为 只是说陈佩琪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也发现说有内鬼 是陈志涵吗 因为在后面你会发现说 透过这个玻璃的反射 他一直在给他打PASS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接受特定媒体转访后 连前立委邱毅都质疑 讲得越多问题越多 陈佩琪只是提供更多题材 让对手炒作 最后害了柯文哲 害了民众党也害了自己 甚至连累小孩 那个怂恿陈佩琪不断讲话的人 应该就是民众党最大的内鬼 整个的操作都有所谓的陈志涵的影子在嘛 所以是不是陈志涵现场知道 是谁操盘陈佩琪专访 矛头指向民众党党团主任陈志涵 因为从陈佩琪背后的玻璃反射 还依稀可以看到穿白色套装的陈志涵 比出OK手势 但陈佩琪受访的内容恐怕不太OK 像是2018的选举补助款 他自称剩230万 却被前幕僚打脸说 应该是亏60万 还有保险箱遭质疑隐秘财产 另外账户的金流以及商办资金来源 还有屋主为何卖屋 都被揪出问A答B 或是说辞前后矛盾的地方 取其当取陈佩琪 用在没有官司以前我同意 可是阿伯有官司以后 取了陈佩琪都倒大煤 阿伯又管不住他 又爱惩能干 又爱出风头讲话 你每次讲都 增加你老公在里面更加危险 我认为在政治上 你诉求被打压 违反侦察不公开 法律上的风险就会很大 你讲的是等于是羞恨 你讲的是数据的问题 这些如果金流都不拢的时候 我觉得对陈佩琪很麻烦 如果他最近在约谈的时候 如果证人 我觉得转被告的机会是有的 陈佩琪说越多疑点越多 近日恐怕再被约谈 就不知道 会不会对柯文哲的官司 造成反效果 好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提到 钟晓萍她说 柯文哲管不住陈佩琪 那余将军现在看来 因为柯文哲在看烧手里面 管不了他 哇 他更可以被操作了 那被操作的这个点 就在那天的记者会上 陈志涵就是疑似在他后面 比一些动作 那余将军怎么看 好像 这个玻璃反射常常在出卖 包括说这一次 还有之前 陈佩琪脸书上的一张照片 也出卖了 帮他拍照 那个是没穿什么的柯文哲 我觉得 这个玻璃出卖术 是他们每一次都忘记 有那片玻璃 不是出卖阿伯穿的那衣 就是看到陈志涵在比手势 陈志涵在后面比手势 可是 没错啦 陈佩琪但是老天派来磨练柯文哲的 对 要磨练一辈子去还 那但是我觉得陈佩琪不笨 我觉得不笨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在看守所里面的柯文哲 能够知道陈佩琪在想什么 用什么样的方式 陈佩琪就不能见他 一个证人一个是被告 见了会串证嘛 所以他俩是不能相见的 那律师跑去找陈佩琪也不妥嘛 也不妥嘛 因为一个是证人一个是律师 也不妥 只有一个办法 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律师不需要去找陈佩琪 开电视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蛮聪明的 我觉得蛮聪明的 当陈佩琪开始要知道 这个保险箱 当他知道了这些存款的问题 他解释不清楚了 他赶快开一个所谓的 有限制的记者会 几家友好的媒体来 然后他开始上所欲言 按照他预设的方式 讲出他想讲的话 他给谁看 各位不要臭美 不是给我们看 给律师看 给律师看 律师可以见课文哲 可以见课文哲 你太太说有两个盒子 里面有这样 所以呢 会不会 我不知道 所以才会说 这场记者会是在空中篡正 我觉得很有 很有那种感觉 否则的话 柯文哲隔天出庭 怎么会带出一抹神秘的微笑 就是 你还问我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 我早知道了 可是出来之后 发现法官不是问他这个 所以他眼就变臭了 眼就变臭了 所以自认为很聪明 所以陈佩琪做这样的记者会 看来很笨 其实那个所谓的臣服很深 这是唯一 可以透过不见面 却能让柯文哲知道 他在讲什么的一种方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这样 否则陈佩琪去接见 那不就串共了吗 律师去找陈佩琪 不就串共了吗 最好的方式 开电视 我们有跟律师串共 全台湾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笑得好开心 哎呀这次很好笑 这是用来处分柯文哲的 高招 高明 律师都看到了 律师都知道要怎么样攻防 当 柯文哲被检察官找去复训的时候 律师要不要赔 一定要赔 当柯文哲打的时候 律师就顶他一下 这个不要打 或是律师抢过来打 那你想想看 有没有影响办案 所以我认为 检调昨天调他去 绝对没有问 这两个50万的事 因为检调比我们还聪明 这已经在串共了 那为什么不把它戳破 让陈佩琪继续讲 让陈佩琪继续讲 对不对陈佩琪礼拜一 还会报什么出来 说不定礼拜天就要报了 不知道 对那余将军你说 让陈佩琪继续讲 那这后面的内鬼 会不会是陈志涵 呃陈志涵 按照他在玻璃 把他出卖的感觉 这个玻璃折射出卖的感觉 他应该是一个带动唱的老师 就是要带动陈佩琪的情绪 这个时候要擦眼泪 不能再讲了 OK 停 所以这是不能再讲 还是你讲得很好 应该是不能再讲 到这为止 不要再讲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带动唱的老师 那真正在幕后主使的人 应该不是陈志涵 我认为不是陈志涵 陈志涵对于法律的专业 没有这么强 没有这么强 那你说法律专业的话 那看来黄珊珊不就 就是她常住在她家的人 对 你常到她家去住 黄珊珊是法律专业 可是如果黄珊珊在那边做带动唱 就太明显 所以找一个比较不具法律背景的人 在那边做 找一个比较笨 她也不笨 她至少比的手势 陈佩琪就看得懂 没有叫她投下罪球 她投成上飘球 所以原则她都听得懂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 我个人觉得 是一个非常精准 的一个让柯文哲知道我在讲什么 否则柯文哲一收押 陈佩琪说什么 他不知道 检察官收到什么 他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陈佩琪要冒这么大的危险 检察官说 我们来收这个保险箱的事 你尽量不要讲 他的律师就说 我不讲 你们讲出去怎么办 检察官笑笑不答 其实检察官是在钓鱼 我就知道你们会讲 所以我故意这样说 你们就去讲 你们就去讲 对不对 因为陈佩琪不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周刊爆料的 那50万50万是真的还假的 经过他证实就是真的 对不对 没错他一定要证实 否则如果真的没有经过证实 一问柯文哲 柯文哲傻眼 那柯文哲可以说 那都是陈佩琪在理财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他用都是用不知道 来把他躺塞过去 可是你不知道 你太太就要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陈佩琪必须要知道 你这50万50万 你说是先生的薪水 或者说你们存来的 或者是政治现金选举剩下来的 或者是每票30块的 选台北市长的 你总会有一个证据 叫做提理记录 对 一定会有嘛 对 那个钱不是你今天 拿了柯文哲的这个卡片 到ATM前面去 他就出来了 一定要插卡 要输密码 出来之后 他会有记录 你的记录拿出来 这不难 你的50万50万 那你是分几批在哪几个账户提出来的 你把它说出来啊 那你说是柯文哲的通告费 或是演讲费 哪几个通告 检调会不会去问那几个节目 去问大学 去问财团法人 那个支出都要什么 都要给你签名的 为什么 要报税 那要报税 到年底税单就寄来了 甚至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去调柯文哲 那一年的所得 列出来 财团法人发多少 哪个电视公司发多少 整个清清楚楚 一笔都跑不掉 一笔都跑不掉 最后我讲一件事 专访的这个受访人 没有通告费 专访 如果大家从柯文哲 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你有跟柯文哲 像这样做过吗 他不会当来宾的啦 柯文哲当了市长 不会当来宾 他是专访 他是坐沙发的 坐沙发的没有通告费 为什么 那叫专访 专访没有通告费 所以我说柯文哲 你的通告费 应该绝大多数 是来自学校演讲 那么学校演讲 哪几所学校 或者财团法人邀请演讲 哪几个财团法人 你只要把你的明细表 一调出来 我就讲不用我讲 检察官就去调了 很简单 我插一下话 学校演讲 通常不会给车马费 真的 学生拿来那钱 有的意思一下 通常去演讲者 大到像做过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小到像我们这些 基层民意代表 一定那我就回给学校 因为那车马费 只是象征议 学校没有钱 都是学生会的钱 真正会有的 会有哪些你知道吗 除非是那种比如说社团 什么狮子会 同济会 符伦社 符伦社这种 或者以企业办的 但我还是回到那个关键 哈所讲的那一年是2023年 2023年是总统大选的选举年 不要说学校 连符伦社 你只要知道有一个符伦社 比如台北 比如说这个地己区 这个区 邀请了侯友宜去 邀请了赖清德去 没有邀请你去 自己都会去拜托说 我也要去 难道 我告诉你 去选举年去演讲是要 谢谢人家让你上台 不是去赚车马费 实际上也没有 你去跟他要车马费 人家说 你是空的还是小的 选举年如果我们跑来 说友季啊 你让我上节目 因为我要赚车马费 友季一定会说 你是空的还是小的 你如果没打赚 我还不让你上来 你给我钱 我还不让你来 所以选举年是没有车马费 所以陈佩琪讲 这个危险在哪里 他的危险在 今天只要 不要问陈佩琪 检察官只要问柯文哲 好吧 那你老婆说 你有一百六十几万 是红包跟车马费 来你去年 2023年去了哪些演讲 给你车马费 你记不记得 不记得没关系 我们去你家搜 搜这个单据 因为如果你有领要 要签那个劳务报酬单 但一定是没有 因为我讲了 没有人在选举年 政治人物 没有什么人有车马费的 除非你是卸任的 你是明星 还是什么 否则政治人物 没有在什么车马费 对我先请教袁之伟 你怎么看 因为为什么邱义会说 陈志涵是这个内鬼 为什么会见指他 包括说除了说 在这个禁止这个 玻璃反射之外 这个陈志涵前几天 我在他的这个主持节目上 他找来的黄国昌 两人就在聊 因为这一次中秋节要到了 那柯文哲现在没办法出来 那黄国昌他就在这个节目上 他就很感叹 他说 中秋节本来要规划 要办这个烤肉活动 现在柯文哲被鸡 没心情了 就陈志涵马上普说 还是我们去北索外面烤 哇现在陈志涵是不演了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觉得如果说陈佩奇 他出来专访的时候表现很好 就是说有消除一下外界疑虑 那当然建议他做这个事情的人 就是工程 但是你实际上 你从他结果来讲 陈佩奇讲完之后 但他有消除到大家的疑问吗 没有 反而制造更多的问号 对 那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 到底谁给他的建议啊 对到底是谁 谁啊 然后给他这个建议是 想要帮他还是害他 对 你是存心害他 还是不小心害到他 对不对 这都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对 那以我来讲 我是觉得说 好你可以出来没有问题 你出来你就讲说 比如说他有的东西讲的 也许会得到同情 他就说 检调那时候问完他之后 跟他说都不要讲 就隔天他就 什么事情都会爆发出来 我觉得他可以抱怨那个东西 也许大家会觉得说 对啊怎么这样子 可是后面他讲的 太细 而且不合理 那细 跟不合理的话 就引起大家更多的质疑 嗯 比如说像那个 我最好奇是这个保险箱 比如说他有两个保险箱 各50万的现金 他说那个是 以备不值之需 他跟他小朋友讲 然后他讲说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 柯文哲的这个 这个工作不稳定 所以他要摆那个急难准备金 问题是柯文哲工作不稳定 好就算不稳定 你工作很稳定 你是医生 有到这么可怕吗 应该也还好 然后后来他的讲法 又那个民众党的讲法 又被人家质疑说 那你为什么之前都没有申报现金 他讲说 那是选完之后 就这一次选完之后才放的 你不是之前自己讲说 是因为柯文哲当市长 工作不稳定放的 怎么现在又变成说是 选后放的 那怎么都是你们在 自己都不起来 讲话都还矛盾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把那个现金放到 两个保险箱 然后告诉小朋友说 这个可以急用 我也觉得很好奇 我觉得其实方法 不用那么复杂 你就弄几个锦囊 对不对 然后 你就交给他三个 平常不能够开 然后遇到 然后真的很危险的时候 你就打开 然后这是 爸妈妈给你的锦囊 你就 一个纸条 请去看床底下 啊 捡到一个提款卡 有没有 密码是多少 直接去领就好了嘛 你需要还要跑到 跑到银行去保险 这什么藏保图的概念 保险箱 谁知道谁的保险箱 放在哪里啊 在水管里面 谁会知道 秋名玉好几个保险箱 小孩也不会知道放哪里啊 你不要这样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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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 重点是没有 就是说 这很复杂嘛 就是你既然 那个是一个急用东西 你怎么会搞到那么复杂 还放两个 两个如果忘掉一个怎么办 所以这个 像这个我就是 不太 第一个锦囊是说保险箱在哪里 第二个锦囊是说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 第三个锦囊是说 卡在哪 保险箱登记的名字是谁 你要找他去开 很麻烦嘛 这很麻烦啊 然后还有就是 他总共 他总共存了1628万的现金嘛 这是他自己讲的 本来我们都不晓得 对 他自己证实 他总共存 然后说存了1628万的现金 很多都是从他原本的薪水什么什么 领出来的 那这也很奇怪 他是很喜欢那种数钱的感觉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 就是说你从他讲完 大家的疑问 反而会觉得你都不容 你讲话前后矛盾 那你为什么会矛盾 就是因为这是掰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掰 是不是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让人家知道 所以这个效果真的 真的不好 其实他只要讲说 简调讲的很多不是事实 其实很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讲到这么细 而且有点漏洞 这就会被人家质疑 那谁建议他的 是 当然会被人家怀疑是内鬼 是 那小玉姐你怎么看 虽然说邱毅他就点说 这里面有内鬼 那当然外界就会指说 是不是陈志涵 那我们就回讲到说 之前不是有个活动吗 活烤柯文哲 你还记得他怎么样 活烤柯文哲 他说你柯文哲 对素质这么专精 连六点协议是让六趴还是练三趴 你都搞不定是怎么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从那个时候 开始到这次 要不要去北索外面烤肉 你怎么样 秀到这个氛围 我个人 如果你要我个人解读 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觉得邱毅讲的 似乎在暗指是黄珊珊 对啊 看起来好像 就是外界的推手一直 因为你如果说又要再把六点协议 再把他连接起来的话 那当时 柯文哲最后签了 那到 反对 反对这个蓝白河的 不是就黄珊珊为首 再加上陈志涵吗 那看起来 对 然后现在好像外界都会指指说 好像整个案子 看起来都都是这个黄珊珊在背后抄 结果黄珊珊才是最厉害的常进人 因为他现在既没被约谈 然后什么都没有 好像一个又可以自身事外 然后精华成所有的文件 看起来他当时是副市长 他在便当会也参与了 但是 他现在连公文一个案 一个章都没有盖 完全都没有他的事 所以外界会认为说 如果整个精华成整个局来看的话 事实上黄珊珊有involve 但是黄珊珊却是 到目前为止 是什么事都没有的人 对 看起来是蛮厉害 然后每次这个陈佩奇出来 第一次陈佩奇被约谈出来的时候 也是黄珊珊去接他 对 然后后来这个 也去住了他们家 对 然后也去住他们家 然后柯文哲无保请回 也是立刻去奔赴 就黄珊珊他们家 哇 黄珊珊跟柯文哲 或是跟陈佩奇他们家 是千丝万缕 那又不得不让人家觉得说 黄珊珊你本身 又是律师出身 这是我说 觉得黄珊珊的角色 确实在这一局 是蛮关键 而且我觉得也是 蛮蛮可疑的 但是回过头来 你包括就是说大家都会整理 陈佩奇那场记者会 其实是非常失败的 刚刚大家讲很多 从各项金流什么来讲 可是如果你对我媒体人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他最失败的 是你找了特定 特定的媒体 事实上他是四家 因为他除了这个T台 跟台式之外 还有ET Today 一个网媒 还有联合报 他其实四家 还有一个联合报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些媒体被外界 后来被冠上什么友善媒体 我觉得这对媒体 其实形象并不好 因为媒体是监督的角色 对 结果我应该是要监督你的 结果没想到 我竟然被冠上说是有 友善有科的媒体 那你对这些媒体来讲 是情何离开 而且你这记者会 你应该有问题 就是要让大家问到宝 但是你就选择特定的媒体 对 开放特定媒体来 对 那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件事情之后 在整个 因为四叉猫后来有爆料 他就是说整个 在民众党的群租里面 是整个炸锅的 大家就拼命的 这个媒体都会在质疑 包括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 我们被漏了或什么的 你也会担心 也一定会被长官定 为什么别胎有 我们没有 所以不管你是担心 被长官定的角色 被 就是说媒体记者 被长官骂的角色 或是你觉得不公平的角色 我也觉得我跑得很认真 那你不能因为 譬如说我被 被你归类为什么不友善的媒体 你就不让我去 我觉得对会对记者来讲 会是一个不公平 还有就是说 你有话要讲的话 你要澄清的话 那为什么你不能开一个记者会 让大家问到宝 而是你去特定 去特定 结果你知道吗 媒体当然就会问他说 那你们这些媒体是怎么找的 那陈志涵就讲说 那是因为这个是陈佩奇 他想要诉说他的心声 他说是陈佩奇决定的 你觉得陈佩奇会去管说 哇 那个T台对我有善 台势对我有善 他怎么会去管到这 我觉得这个根本是骗人 说穿的还不是你陈志涵 你陈志涵去指定这些媒体 然后后来陈志涵 你自己是媒体出身的 对 对 更重要的是他是东森出身 他没找东森 没有 之前那场记者会 这才是重点 要是我是他那个长官 我会觉得说 天哪 现在是怎样 对啊 那我觉得 如果说他觉得那个东森 对他不友善 他更应该要找东森 去让他问到宝 你以照公信 那后来你这个 这个整个记者会呈现形式 你反而对媒体来讲会觉得说 那你们都没追问 你看我们现在 讲了这么多的问题 从保险箱 一路讲到4300万商办 漏洞百出啊 那为什么你这些媒体 都不追问呢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说 对因为这些媒体 对你太友善了 还让你讲到哭 讲到那么感性 我觉得说这反而对媒体来讲 其实是不好的啦 是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先来看是金华城的案子 简连持续在整办当中 不过台北市议员洪建益 他爆料说 这当中有一个隐藏版的人物 还没有上车 这隐藏版人物是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